高雄獸山以及獸山動物園 主要行進道路萬獸路 日前是被募集 由轎車高速過彎 還迴轉再次禁速 引發了安全疑慮 警方則表示將會循車號 來通知車主到案 不排除朝公共危險罪來整辦 來自小客車行駛在古山區萬獸路上 下坡時高速過彎 摩擦地面 發出尖銳聲響 每多久再次回轉 高速行駛過上坡道 引發民眾側目 因為這條路是通往高雄獸山 及動物園的重要道路 假日不少遊客 不據民眾說 幾乎在假日下午都能看到禁速 不管是汽車還是摩托車 警方表示此案未接獲報案 但駕駛有快速右側超車的明確違規事項 可罰六千到兩萬四千元 以通知車主到案說明 也不排除朝涉犯公共危險罪方向 正路段一月至今有過二十八件交通事故 當中導致十九人受傷 雖然速限是四十公里 但常見車輛超速 尤其過彎處 接近九十度 再有車輛競速更危險 警方也將持續針對該路段攔查林檢 提醒民眾檢數慢行 記者王庭 陳顯坤 高雄報導